大家好我是1stday살jang 今天很榮幸受到大學的邀請 來做分享講座 這座大學是號稱台灣樓梯最多最容易迷路的大學 就是台北名川大學 事實證明我剛只是去上個廁所而已 我就忘記我的演講廳在哪裡了 我就已經迷路了 好 我們話不多說 GO GO 我剛剛在原本想說要下去 結果下一下又下到原來的地方 好 那我們就來開始 今天的主題是副社長建議我的 他說想要聽這個台日大不同跟日本推薦經典的朋友 我今天其中有分享到台日大不同的一個文化 就是飲料文化 那飲料上面到底有什麼文化的差異呢 像大家知道最近日本 非常有趣 就是日本的透明飲料反映著日本社會的黑暗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產品 因為對台灣人來說 這個日本人總是有一些奇怪的噱頭 那就是透明的飲料好像也沒什麼 就是蠻酷的這樣子 可能大家不會想很多 但是日本對這個透明飲料有它必須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在上班或者是上課的時候 日本人是不能夠把有色的飲料放在桌子上的 這點就跟台灣差很多了 因為像台灣人喜歡喝手搖杯 那通常手搖杯都是包裝是透明的嘛 那你喝什麼都看得一千二十五 連你有什麼料都看得一千二十五都對 但是日本人是不能夠喝有色的飲料的 那該怎麼辦 就要喝這個透明飲料了 其實這個是有一點病態嗎 對 就是不是那麼自由這樣子 我聽過一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說公務員啊 他在上班的時候喝了擦碎以外的地方 他喝了咖啡 好喝了咖啡而已喔 他就受到 就是抱怨啊 人家就投訴他說 欸你們家的公務員 怎麼在喝有色的飲料啊 這個實際上日本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喔 那最近日本呢 有推出了透明的咖啡 太厲害了 咖啡那麼黑 黑的東西 就變成透明 不曉得味道如何 好下次我們去喝喝看 已經慶喘如酒了 好 再來節奏 我來講一下今天的感想 剛剛同學們都給我很多回饋欸 而且還有人說 那個講座內容很精采很有趣啊 都捨不得下課 想要一直聽我講下去 他都不曉得去上課 好開心喔 今天很高興認識民船的大家 今天很有趣 而且還給我那個伴手禮跟那個獎狀 真的很謝謝 謝謝謝謝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謝謝收看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這樣我們每次有新的影片會來通知你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喜歡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歡迎留言給我們討論喔 那我們還有其他類別影片 期待 期待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